我可能也伤害了对方 然后对方有点心灰意冷 原本人家很积极想跟你在一起 然后可是自己 可能自己心里又有另外一个人 有的时候就是在这种交错的 阴错阳差的状况下 然后后来想去追她的时候 她已经下定决心要后退了放下了 一城是会有这个机场狂奔的 啥时候的事 就年轻的时候吗 我想听 想听 就还是在我在捷律上搭讪的 然后呢 太帅了 然后呢 你讲完了 反正就太快了嘛 反正经历了很多 然后后来就觉得 我可能也伤害了对方 然后对方有点心灰意冷 大家可以参考我其中一首歌 叫纸玫瑰 的状态 就是原本人家很积极想跟你在一起 然后可是自己 可能自己心里又有另外一个人 有的时候就是在这种交错的 阴错阳差的状况下 然后后来想去追她的时候 她已经下定决心要后退了放下了 所以我其实追到了也没得晚就 也太晚了 我自己曾经就在 比如说在一个异地 然后我就飞了很远去找她 就我们分开来说她帮我叫车 然后我走到她帮我叫那辆车的路上 她就跟我说再见 但是我觉得她那个样子 她跟我再见那个神情 我就觉得哇 你知道心里面有一百个想要狂奔过去 把她抱住说我不想走 那我觉得那个跟鞋长狂奔的 那个感触其实很像